我们这个房间唯一的坏处就是那个洗澡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特别的发现权 大家先注意一下房间的构造 我的那个床是我躺着 是住在那儿 我玩手机余光也就过去了 你跟我说完过后 我去你房间 我那一转躺了一会儿 我真看到了 哈哈哈 其实男孩子之间就是 就相当于说去澡堂子一起搓了个澡嘛 对 所以感情就是会更近 就是感情会会升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